各位朋友好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大马风云突变政权更迭的事情 和我们民运内斗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这次大马风云突变政权更迭 非常的有戏剧性 我总结的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是这一次反对党的领袖 击败现任的执政党 击败现任总理的人选 居然是一位92岁高龄的老人家 以如此高龄夸率反对党来击败现任首领 这个在世界历史上可能也是第一次 那么他现在也是现任的所有国家的 世界任何国家的行政首长的年龄最高的一位 这是有戏剧性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这位老人家马哈蒂尔 他和过去的前执政党巫统 他们的关系和他的这个前任总理 这个关系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马哈蒂尔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从政 22岁开始从政 第一个参加的政党就是这个巫统 巫统一成立 他就成为巫统的一个成员 可以说是巫统的创党元老之一 一直过去一辈子都是在这个巫统当中 他速度担任首相也是作为巫统的这个党魁 来竞选首相的 但是呢后来他七八十岁的时候 退休之后啊跟这个巫统啊就渐行渐远 那么巫统呢这个组织啊受到了来自于中国和俄罗斯的这种多方面的这个影响 逐渐的背离了他的这个反共的在政治军事上面和西方结盟的这样的一种色彩 所以说呢他和巫统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严重 一直到了2016年他终于忍不住了退出了巫统 退出了这个他曾经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这样的一个政治阵营 这个巫统当时的首领 2016年的这个首领呢是纳吉 也是当时的首相 曾经是他的部下曾经是他的学生 两个人亲密的不得了 但是呢遇到了这样一种路线之争 这个时候啊政治目标就完全不一样了 过去的师生过去的战友就变成了仇人 所以他这一次啊把他过去的学生给打败了 这是第二个有戏剧性的看点 那么最最最有戏剧性的是他和安华的这个和解 安华呢是反对党反对党联盟啊希望联盟的这个首领 但是这位安华呢曾经也是啊 马哈蒂尔在担任首相的时候啊 他的副首副首相财政部长 也就是一个政府当中啊最重要的那个位置 但是呢98年他们之间呢产生了隔阂 当时发生的金融危机啊 那么双方对这个处理金融危机的这个政见呢不一样 同时呢也有可能呢这个安华呢他的强势和崛起啊 对马哈蒂尔造成了一种政治利益上面的威胁 所以啊双方啊也当时就反目成仇了 那么马哈蒂尔这个人呢做事情也够绝 那你既然是成了我的仇人了 那么就要对你毫不客气 那就把安华撤了职了 政治上呢把他打倒了 然后呢还要在法律上面对他追究责任 说安华呀是这个贪污 更具有侮辱性的说他是基建犯 那么当时的法庭大马的当时的这个司法独立啊 可能也会受到了一些影响就判处了安华六年的徒刑 以这个基建和贪腐的这样的罪名呢 判了他六年的徒刑 也就是说差不多就等于在政治上判他死刑了 但是安华这个人呢困兽犹斗 这个人呢欲挫欲勇啊 所以他不仅仅没有屈服 而且呢通过这件事情呢 把整个反对派运动啊推向了高潮 所有的这些反对派的这些小党派呀 最后就组成了一个联盟 希望联盟都以安华为首领 所以安华过去这20年是非常坎坷的 非常艰辛的 同时也是非常不平凡的20年 这20年当中大马的这个反对派逐渐的壮大 一直壮大到到今年的时候啊 足以挑战这个现任执政党 这个执政了60年的巫统的这样的一种势力 好这个时候呢阿哈蒂尔和安华呀 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产生了奇妙的转变 过去啊那是啊刺刀剑红的仇人 那么现在呢情况变了 大家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 就是巫统和现任的这个首相纳吉 他们都反对他乌 都觉得啊这个巫统这个国 这个组织啊统治这个国家太长 这巫统这个政治体系啊已经腐败了 已经不能够再继续担任领导大马 走向经济繁荣 走向政治稳定的这样的重任 那么双方有了共同的目标 而且呢双方对对方都有了一个需求 那马哈蒂尔这方他有崇高的名望 有过去执政时期啊 积累起来的崇高的名望 但是呢他没有兵了 他过去的这个阵营呢 这个队伍啊他已经被他抛弃了 或者说已经跟他呀产生了这个对立的情绪 巫统不能再作为他的执选的执政的团队了 那么他需要寻找一个团队 需要寻找一个阵营 而反对派阵营这边的希望联盟呢 他们没有领袖 他们的领袖还在牢里面 即使是安华 马上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啊 按照法律规定 他今年六月份刑满释放 释放出来之后五年之内也不能竞选 所以这种局面呢持续下去就是有一个大党但是没有领袖 而有一个领袖呢他又没有这个手下又没有兵 所以双方正好有一个相互之间的需求 那么这个时候啊 他们就有了这样的合作的基础 有了一个合作的这种需要 但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这个反对党的领袖和安华 和这个马哈蒂尔之间 他们这两个最重要的决策者之间呢 他们会不会接受这样的一种合作 会不会啊认清这个形势 大家要知道啊 这是真正的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仇恨啊 那可不是一般的仇恨啊 安华五十岁的时候啊 政治事业啊如日中天的时候 被马哈蒂尔啊打入十八层地狱 那是血海深仇啊 那比杀父之仇啊 多妻之恨啊真是差不了多少的 在这种时候 你要安华和马哈蒂尔来和解 那是何其的难啊 如果是他当时 承办安华是正确的话 马哈蒂尔要和安华来和解 那也是需要非常大的包容的 如果安华真正的是基建犯 真正的是贪污犯 那么这个时候啊 马哈蒂尔要马哈蒂尔来原谅他 来跟他重新携手合作 那也是需要非常强的 非常大的包容 非常阔的心胸 如果是马哈蒂尔 当时安华没有错 马哈蒂尔是在陷害他的话 那么从安华这方面来讲 要原谅马哈蒂尔过去的错误 要和过去的仇敌联手 来对付新的敌人 这也是需要啊 非常强大的信念 非常宽阔的心胸 才能够做得到的 所以说无论他们过去 谁是谁非 这个恩怨情仇要想化解 那都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到的 但是这两位要跟他们点赞 他们确实是做到了 而且做得非常漂亮 最后啊 两个人联手 产生的这种力量啊 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一举击溃了 执政六十年的巫统 改变了大马的历史 甚至说改变了现在啊 东南亚整个东南亚的政治格局 改变了这次大马的 这个戏剧性的转变啊 不由得让我想起了 我们民运阵营的 觉得一些恩怨情仇 大家都在谈论 2018年呢 是一个巨变之年啊 中国还没变 大马已经变了 而且变得这么富有戏剧性 那么现在我们再回过来 看一看我们民运阵营 那现在是不是也跟 也从中啊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从中得到一些感悟呢 我现在就讲一讲 我个人的一些感受啊 提起民运 大家都有一个印象 就是哎呀 这帮人啊内斗不断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 那其中呢有一部分啊 我相信有一半的 这个所谓的内斗啊 不是真正的内斗 而是中共派出来的人 过来搅局 那哪里是内斗呢 那就是外斗 是民运和中共之间的斗争 只不过是让他们宣传成为内斗 但是呢 确实还有一半的 还有一半的 这个相互之间的摩擦 争执 那是属于内斗的范围 那么这些内斗呢 真正的内斗啊 我概括起来 不外乎啊 是三种 三种原因引起的 第一种呢 是言语上的冲撞 民运的人啊 真正的这个 敢于站出来反抗专制 暴政的这些人啊 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个性特别的强 特别的坚持自己的观点 那么这样本来呢 这在专制社会啊 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品质 但是呢 如果是在战斗的间隙 大家相互之间 所有的这些民运同道之间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啊 也就难免产生摩擦 产生冲撞 那产生冲撞了之后呢 有一些人呢 就反目成仇了 就小事化大了 就把这个心结啊 就放不下 一次冲撞了 就永世为敌 这种例子啊 我就不具体的举了 那么很多朋友 甚至包括我过 我自己过去跟人家 也有一些言语的冲撞 我现在想起来呢 都觉得 哎呀 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足挂齿 我也希望啊 所有的朋友 在现在这个时刻 大家回想一下 是不是应当把这些小的恩怨 应当放下了 这是第一个原因 言语冲撞 那第二个原因呢 是在具体事件上面 在处理具体事情上面的意见不一致 那总的目标是一致的 就是要推放共产党 要建立民主宪政 这个总体目标一致呢 大家就一定要在一起啊 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为了实现这个大的目标 我们在一起啊 要做一百件一千件的事情 但是有没有可能 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大家的意见都完全一致呢 这是不可能的嘛 明显是不可能的 那么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大家就互相之间就有争吵 这也是非常自然的 关键是争吵之后啊 这个人啊 跟我我的观点不一样 今后啊 我就再也不跟他合作了 那一次意见不一致啊 就不合作了 那么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如果都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民运呢 就永远是一盘散沙 那经历过几十次 几百次 这个意见不一致之后啊 那么每个人都成了个体户了 每个人都只能当干了 都没有办法跟人家合作了 一盘散沙 我们怎么样能够 实现我们的目标呢 病的这些人士 从单个的个体来说 那都是战斗力非常强的 都是非常优秀的人 非常有能力的 如果是把这些能力 投入到个人生活当中 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成功的 但是呢 我们所从事的是一项天大的事业 是需要很多人一起合作的事业 当个人当干 哪怕是有再大的能力 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一定要合作的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合作性已经超出了个人的能力 所以讲究合作 这才是民运成功之道 而我们呢 这个时候 真正的就是应当做到君子和而不同 在这件事情上面 观点不一致 最多最多 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不合作 那么在下一件事情上面呢 把以前的这个不一致 把它放在一边 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磨合 这样下去 大家就发现 其实在大部分的事情上面 大家观点是一致的 目标一致 在处理具体问题上面呢 大家方向一致 在处理具体问题上面呢 那肯定是 是多于矛盾的 还有一个引起 民运内部冲突的原因 那就是我们受到中共的党文化和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影响 那大家现在看看中共的这个开会 无论时候 无论什么时候开会 它总是这个最大的头目 是坐在中间的 第一排正中的那个位置 然后呢 按照各自的这个官阶级别 然后一致排开的 过去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文化 你看大家这个熟知的水浦上面 一张啊就很有意思叫做梁山英雄排座赤 108个草扣大家都要排一个座赤 谁第一谁第二 这也是正常的一个人的心理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现在啊我们的民运事业还是在初创时期 初创时期啊一切就不能够按照啊 人性的那些弱点来推进 而是要把人性的这些弱点要克服下来 要不按照常规出牌 要把个人放下 把事业放在第一位 实际上甚至是在中共炒创时期啊 也是这样子的 您大家回头去看一看啊 我看见了一个毛泽东 他们在井冈山的一幅几幅照片呢 我就深有感觉 毛泽东这个人呢 虽然是一个啊 这个混世魔王啊 是一个乱世恶魔 但是呢 他在搞政治方面呢 确实是有一套 他确实是能够团结人 能够也能够打击敌人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 你看他当时的这个照片 在山王改编的时候 在井冈山会师的时候的那照片 大家在一起照相的时候 他总是站在第三排 最那个一个靠角落的位置 虽然他当时啊 在这个中共的这个 赤匪红军当中的地位非常的高 但是他懂得自己藏着 他懂得后期生 而生鲜的这一个道理 他如果是老是坐在第一排阵中间的那个位置 可能早就被啊 这个共产国际啊给他给清洗了 可能呢 我就成了中共内斗的 残酷的肃反的牺牲品 不是 他总是能够放低身段 那不仅仅呢 他能够在这个把这个把他们的这个事业推向的推向前进 而且呢最后他显示他有机会啊 显示他个人的才干 最后他有机会啊 能够在整个他们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当中啊 最后脱颖而出 所以这个人是我们的敌人 虽然是一个恶魔 但是他身上呢 敌人身上的一些优点 我们都可以来学习一下 都可以来借鉴一下的 这是从策略方面说呢 应当是如此 大家不要在乎于这个作词 过去因为排作词而产生的那些那些恩怨啊 那些相互之间的不满啊 现在该要放下了 大家要知道 我们推进的是一个民主运动 民主运动最后的作词是靠谁决定的 是靠所有的中国人的选票来决定的 不是我们相互之间几个人啊 大家互相看谁的赏门大 看谁的拳头印就能够决定的 咱们这个小圈子里面的作词 一点重要性都没有 一点重要性都没有 最重要的是大家相互之间的精诚合作 能把事件做成了 做成了那就欲融聚融 做成了大家都是啊 这个民族的功臣 做成了大家都是未来的英雄 做成了大家就会赢得将来中国人民的选票 那个时候啊 那靠选票增位置 靠选票增作词 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才是真正的民运人士应当有的态度 现在呢不妨大家都往后退一步 现在不妨都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做事情上面 集中在做推进一个一个的民运项目上面 八九年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 在这过去的三十年当中啊 我们所有的人啊都犯了不少的错误都在各个方面呢犯了不少的错误 也在这个圈子里面呢太久了也积累了不少的恩怨 现在是该放下了民运是一场改变历史的事业 在这个大的事业当中啊我们个人要有心怀 同时呢他也是同时对我们每个人来讲 他也是修行的一个过程 过去我们都犯了不少的错误 但是呢正是我们这正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机会 现在呀我们都到了这个年纪 当年的后生小伙子啊现在都变成了老家伙 这个时候啊是我们现在收获这个修行的成果的时候 是我们呢能够真正的把自己放下 把事业摆在前面的时候 现在出现了这样的历史契机 我们等待了三十年 现在这个历史的契机终于出现了 真正的出现了一个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大干一番 真正实现我们这个大半辈子的人生目标 政治目标的这种时候 这个时候啊希望大家要把所有的这些小事放在一边 现在的国际环境呢对中共是非常的不利 大麻的变天又给他的这个骆驼身上啊又增加了 一大捆稻草 本来呢大麻是中共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政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他处在啊东南亚这个最关键的一个位置 一百亿美金上千亿美金的这两个项目 现在大麻风云突变 大麻的这个新政府上台之后 把这两个项目叫停了 习近平呢听见这个消息 我相信呢他真是彻夜难眠 为什么呢这两个项目啊不仅仅能够为中共输出大量的过剩的产能 赚取大量的 而且呢他们可以用这笔钱呢来影响整个东南亚的政局 让这个整个东南亚啊 对他们对中共国内的这个形成支持 两个项目一叫停 现在 政权来说这个打击啊真是非同小可 在经济上的损失在政治上的打击都是非同小可 马的变天为我们民运事业的成功又增加了一部分的胜算 在这个时机啊加上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个民怨 已经临近了突破临近了这个临界点 现在国内的局势国际的局势都对民运呢 都有非常强的推动作用 都有都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时机 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团队现在在推动的这个全民共振 就是想啊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间节点上面 那做出一些正确的事情 推动国内各个阶层的各个地区的小规模的抗争 推动他们呢在同一个时间在少数的地点集中的爆发 这一项事业 这一个项目都需要很多人的合作 需要我们民运内部的合作 需要一起来向国内啊大规模的通过自媒体 通过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渠道 向国内大规模的传播 我们的覆盖面信息覆盖面越大 国内接收到的这个信息的人越多 那么大家一致抗争的这样的机会啊就越大 推翻中共以此推翻中共以此推进民主运动的机会就越大 我们这个项目只是众多民运项目中的其中的一项 还有其他的很多项目 很多的民运团队都有他们自己的项目 但是呢 我希望呢所有的这些民运团队 大家都走到一起来 都走到一起来 我们相互之间促进 每一个项目啊都可以相互之间呢 形成一个共振的效应 这样子我们的民运的效率 这个就会最大化 我们民运的力量就会最大化 我们就会抓住这样的一个历史契机 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也为整个中华民主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现在呢 鸡不可施 施不再来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奋斗 这一次呢 我们有很 这次呢 有不少的民运的朋友 要在美国拉斯维加斯齐聚 大家一起来商讨 未来合作的事项 我希望呢 所有的朋友啊 大家有机会去的 就一定要去 没机会去的 我们可以通过 通过互联网 大家连线来参与这个会议 一起来商讨 未来民运的路 怎么走 未来怎么样合作 未来怎么样在具体的项目上面合作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